我等你关心 为了言论自由 当年郑南荣不惜自焚牺牲 留下太太叶菊兰 还有当年才九岁大的女儿郑竹梅 试过今天之后 郑竹梅也接受三立新闻独家专访 提到爸爸一度哽咽 还说当年九岁的他 还搞不清楚当天发生了什么状况 一整天就是我也没有看到我妈妈 那到下午才看到我的一个叔叔 那才告诉我 确切我不记得了 该意思就是说爸爸走了 理智上你可能有听人说过 你大概知道 可是你其实不真正了解 那是什么意思跟感觉 真正要有 觉得很难过应该是 时间久了 你发现真的看不到 回忆习爸爸 郑竹梅说长大之后 才越来越认识爸爸 平常有时候得进来 在基金会开会时 都需要很大的心理准备 就连看展览的照片 心情都迟迟难以平复 觉得爸爸似乎又远又近 但在基金会里头 刻意保留爸爸当时的办公室 就为了能有一个地方 想念他 有点赞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